國際會北基金修正臺灣 今年的GDP只有0.8% 主界長獨自治平 早期在立法院表示 我們自己要修正GDP 要再看出口的狀況 還有一巴衝突 還會再引起同學碰到 主界長實際會說 一巴衝突跟歐爾戰爭不一樣 並沒有自由 還有沒有出口的問題 國際會北基金IMF 調整臺灣今年的GDP 降到0.8% 引發立委的關注 在去行政院主界長主庭面 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表述 GDP感受的降價 也會看國內出口的表現 往往下走的趨勢 到月份消費者 無價基礎CPI 穿去到2.93% 現在國際上 還沒法醫生 和保護舒坦的戰爭 我跟他煩惱說 電營正在風險涯管 可能又一次 因發同學碰到 甚至幾點主庭面表示 伊巴的戰爭跟洛西亞 歐克蘭的戰爭不一樣 因為洛西亞是自由的出口國 歐克蘭是很大的不足 成三國 這樣的政治部影響到 統衛碰到政策的關鍵 要使國際遊客怎麼變化 主席民共調說 臺灣對伊巴的無優良悠閑 根據臺灣外消醫生率 減2.2% 出口的金額是11億美金 主要的產品是電主 零助行和主通信產品 進口是減2.5% 今天差不多是21億5千萬的美金 主要的產品是更衡的 政策利益起 主席中處 11月份 發佈經濟疫情的時候 會看上新的政策 中心修正 那若行政院 穩定不及收拾 反正上三個月開一開會 會看情形隨時機動開會 其實中間 since the public 對大國際社會 1.2.1